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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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吃点水果 先垫不垫 你别忙了 饭都好了 我马上上饭 好吧 先给我吧 给我吧 叔叔 我不吃 你给他吃 没事的 怎么了 等一下 别闹了 赶紧进厨房帮我妈吧 帮什么 我随便干什么都行啊 拿那筷子 白白东西 厨房都是油盐 对不起 那上次和菲儿在说没油盐啊 四名往里炸 拦都揽不住 和菲儿是我对手 性质完全不一样 别再给我提 那些荒诞的罗曼婶 在这边快 快点 知道 家琪 那 我也要吃水果 叔叔 让他给我拿 爸 小伙拿的比我拿的好吃 甜 老伯 大伙伯 老伯 怎么这么说啊 把这儿给扎扎吧 扎扎扎扎 慢点 拔出来啊 怎么怎么 慢点 爸 我给你倒点水 有血了 叔叔嘴 没事吧 小伙给你这个习惯 你激动什么呀 叔叔 看你呗 叔叔嘴 叔叔嘴 帮我端菜吧 嗯嗯嗯 来来来来 快去去去 大了舌头上啊 阿姨 这怎么可能插上呢 这不就是 谁是水果 来 不是 咱们干一杯吧 欢迎晓鸥 来我们家做客 好 谢谢阿姨 谢谢叔叔 快吃吧 嗯 爸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反正都是素菜 来 儿子 来 帮妈妈一下 嗯 阿姨 我自己来就行 嗯 多吃点 这鸡蛋是素的吧 我妈都在多好吃了 可吃吧 你看这里面放了点肉 是为了提味 你吃这里面素的 来 快吃吧 阿姨 阿姨 家里吃饭都不准备 工快工肠吗 嗯 你家人吃饭哪有那么麻烦 吃吧 要不叫干净 晓鸥 你是不是嫌阿姨做的这个菜 不干净啊 哎呀 我不是那意思 我是说 不管家里有没有客人 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呢 有工快和工勺 避免交叉感染 我们家都这么生活了三十多年了 也没感染什么病 也没交叉感染啊 阿姨 这个呢 是比较先进的一种生活方式 还有一种健康的饮食理念 我们要从一点一滴呢 提高我们的素质 嗯 那个什么 妈 都撑了那个汤 我好久没喝 嗯 你自己没长手啊 老豆 吃肉 你吃点鱼吧 来 来 来 谢谢妈 妈没病啊 来 吃吧 小鹅吃饱了没有啊 吃饱了 阿姨你做饭真好吃 就是油有点大 刚才那鱼也有点咸 是吧 健康的生活理念 就是要少放油少放盐少胃筋 这样对身体好 哼 那就吃兔子菜呗 对啊 生菜其实最好了 营养都没有流失 对身体最好 哎 嗯 一会儿帮我妈刷碗啊 不用 这几个碗我顺手就刷出来了 妈 那可以不用在这做着当大小姐 什么都不干啊 哎 这样吧阿姨 我送你一个洗碗机 以后就不用这么累了 洗碗机多贵啊 再说又费水又费电的 太浪费 那也比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强啊 哎 嗯 一会儿帮我妈刷碗啊 不用 这几个碗我顺手就刷出来了 妈 那可以不用在这做着当大小姐 什么都不干啊 哎 这样吧阿姨 我送你一个洗碗机 以后就不用这么累了 洗碗机多贵啊 再说又费水又费电的 太浪费 那也比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强啊 这就是生活呀 如果这都是浪费生命的 还活着干什么呀 生活要追求质量 有很多种方法 好了好了 小五 别说了啊 快进去帮我妈刷碗去 阿姨刚才说不用 哎 你从刚才就没给给我好脸色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啊 你还嫌我爸妈接受你吗 你好歹有点眼力价啊你 我怎么没眼力价了 你至少帮我妈端个菜吧 您倒好 乍上两只手就等着吃 大小姐 这是我家不是饭店 你穷讲究什么呀你 我觉得那样虚伪 那是基本的课堂 你嫁过来是当媳妇的 不是来这儿当女王的 我嫁的是你还是你爸妈呀 可我们是一家人 你要学会如何跟老人相处 对不起 我不会跟老人相处 我从小爸妈就在美国 那你结了婚怎么办 很简单啊 我们搬出去住 那是不可能的 那你要我怎么样 你跟贺飞人学学 人家来了就主动做家务 帮我妈摘菜刷碗 帮我爸按摩锤背 我跟他学 我什么学历 他什么学历 我什么身份 他什么身份 我凭什么跟他学啊 我要你学的是 如何尊重老人 如何给你当妻子 当儿媳妇 我是因为爱你 才跟你结婚的 如果要我委屈自己 去取悦别人 我做不到 他们不是别人 他们是我爸妈 是你未来的公婆 我已经很努力了 晓鸥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变成什么样了 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咱俩谁变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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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一个人躲在这儿 会吓人的 想事儿呢 想什么事儿啊 我在想 我在苗志余心里到底算什么 你见苗子了 我昨天碰见蒋鹏飞了 你知道那公子哥就是一小孩 他说他要报复苗子 跟我假扮情侣 气气他 真幼稚 你不会是答应他了吧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我那天就鬼使神差 我就答应他了 完了之后我们就见了苗子 他可您气坏了 他要气还好了呢 我就不至于现在这样了 我 我气得就是 就算他知道我是在演戏 我是在假装的 他给我点面子是吧 你没看见他那样 他夸张极了 他笑得前伏后仰的 他快背过去了 他笑啊 嗯 我不知道我到底在他心里算什么 真的 菲儿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事儿吧 换谁都行 你先听我说 蒋鹏飞 怎么着 他是个男人吗 他好来不及 他是个男人对吗 我都投入到别人的男人的回报了 他没什么反应 他也不吃醋 他也不难受 他还笑 他笑得可开心可开心了 我特难受 行了行了 你就别生气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是彻底知道了 咱们女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个傻子 没错 永远被男人挨到团团转 你看我不是 这样比邓家琪耍的 还耍成了离婚妇女 瞧咱俩 多惨啊 菲儿 从今儿以后 我再也不相信那些臭男人的话 咱俩好好干 干出一番事业 一辈子不结婚 没错 让男人滚蛋 没错 臭男人 解气 痛快吧 嗯 吃饭吧 我真饿 咱俩出去吃我请你 走 别我累了一天啊 你陪我出去吃一点 我心情特别不好 那叫外卖吧 走吧 走吧 你给点大餐 你给点大 气死我得了 我怎么原来没发现她这么大小姐脾气啊 本来我以为 但凡我爸妈能够接受她 这事就成了 现在永远没戏 是你爸妈不接受啊 还是你不接受啊 你什么意思你 我这半天就光听你抱怨了 我这不在这跟你学这事呢吗 那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以前这说美 白晓鸥那就是天仙下凡 是吧 完美无缺 我说 叫你来是她在这儿跟我说风凉话来的 这么说吧老道 白晓鸥啊 就是一个精美的瓷器 她只能看不能用 但是你非要拿她回家盛汤喝 那她还是瓷器吗 她不就是一汤勺吗 给我纸仓马怀呢是吧 不敢 我现在可没有资格说任何人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事情是我没有看明白的 虽然你现在心里的天平已经不平了 但是老邓我这么说啊 女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咱们站一样就行了 又能上又能下的有没有呢 有 那跟咱俩没关系 对了 你怎么样了 我 我什么怎么样 影子啊 败了 彻底败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啊 她既然这么对我 那我就 我一狠心 一咬牙一跺脚 我就跟那牛少蕊她就怎么着了 苗子 千万别赌气啊 我这还真不是赌气 我想了很久这事 一个是爱我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 一个是不要我的女人 这道选择题不难选吧 可是 我